当你用苏菲的视角带给甄嬛传 你就会发现啊 这宫里的人都管不好自己的精神状态 那每天的精神状态比like 今天没人爱我 我就要让别人狗蛋 大家好我是苏菲生 这宫里看起来是 花生小主相亲相爱 其实是一年一度公斗大赛 有一说二 在这个紫禁城里 不仅所有的小主娘娘都在甄花生的爱 就连花生自己也是 酒汉盼甘霖 她是四夜想梦咪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咱这花生先是大年夜不看表演 自己去打野 不知怎么着在影眉园中 跟一个陌生女子对尸还对上了眼 刚对上眼了没两天 又在暴雨中约会 暴雨在杏花树下等一个 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女子 这两件事两个女子 一前一后接踵而至 你说咱这皇上怎么能又充满了 事业心又是个十足的恋爱呢 到了晚上那不仅是 折子一拨一拨的批身边的女人 还只多不少 我在旁边看着这感觉怎么说呢 就感觉皇上每次去求神拜佛的时候 求的都是 希望我能考博上岸 雅思过关 北京有房 还能找到一个 身高1米65 富白茂美 长得像成员还死心塌地 只爱我一个人的大长腿 咱先不说这个愿望的可行性 咱就说这个精神状态它正常嘛 那佛祖要能开口说话 也得对你当面一顿骂 你也说有没有可能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菩萨 不是许愿吃礼的王吧 那真是去佛祖家 变年都不敢提这么多要求 该说不说 我打小就跟着皇帝 在这紫禁城也混了几十年了 知道这紫禁城城里人的精神状态 也是各有各的古怪 但我真是没想到 有些人这个恩将仇报 也是仇报的这么快 那个隐秘园的小宫女被我找到 送到皇上面前跟皇上谈恋爱 你说我也不求你如何报答吧 你让我徒弟跪的那拨核桃 拨的满手是血 跪的还不让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魔法失灵了 只要是女子变成了小主娘娘 就得背头到老是吧 我之前看你个隐秘园当宫女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嚣张啊 我进来粗粗扫了一下现场的画面 解决方案就已经了然心间 我当时就阳光熟落 我徒弟其实说给皇上听 你这个糊涂东西 皇上想骂了 我先替他骂了 禁锢这个皇上包核桃了 皇上他没喊你起床 是因为有人让他跪在这包核桃 连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 瞧你这一手的血 皇上我徒弟徒手给你包核桃 包的一手是血都没有停啊 可动心啊 这会怎么当差事啊 皇上你看那一手是血 暂时也做不了什么差事了 不如让他下去吧 这事刚过去 每两天皇帝的恋爱脑 又再次打败了事业心占领高低 但这回来的不是什么 以美园小宫女啊 来的是一个会吹销的大包雨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就那两天 皇上不坐轿子 不摆牌场 要自己觅会家人 见了面之后呢 就把宫里所有会吹销的 包括石器爷都找了过来 整宿整宿的听 这事吧 本来就已经够诡异的 没想到在我探口风的时候 皇上还跟我来了句 他说呀 现在有一个女子吹销啊 吹得跟春元一样好听 完了 他BBQ了 他这又陷入爱河了 那两天嘛 我都做好了 所有的心理准备 去接受他恋爱脑的精神状态 可我是歪歪 没想到啊 他竟然在暴雨天 要去御花园看秋千 而且我都跟他说了 我来看过一次了啊 秋千这儿没人 他不相信 非得打着伞过来再看一遍 又来这死初是吧 年年爱人年年遍 我就跟着皇帝 看看最后到底 谁能留在他心里面 但这回吧 跟皇上谈恋 那个晚贵人还真的有点东西 他不仅呢 会吹笑下大暴雨 还让六公粉带无颜色 让皇上只娶他一瓢瓶 但这宫里的女子 哪个好相遇 他刚在皇上呢 连宠七天 获得了一个快乐黄金钟 这礼品呢 就去太后呢 告状说晚贵人专宠多日 也推不是个东西 该说不说 那天下午 我跟皇上去见太后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那是进到太后的宫里 被太后阴阳怪气的 骂了一顿晦气 太后先说 一见十七爷就非常生气 因为十七爷的生母 苏妃专宠多年 他一想起苏妃就还有怨气 这话就是一边在电话上 一边在说晚贵人不规矩 该说不说 没当过几十年的太后 他还想不出来这么个潜似造句 皇上听到这里 就明白了个大概 还想调和晚贵人跟太后的关系 让晚贵人过来 让太后瞧瞧 可太后却不想见晚贵人 借口说晚贵人位分低 这条了得 岂不是话不头计半句多 后来皇上也没说什么 请个安就走了 刚刚出了门口 没有一时三刻 皇上就直接问了 皇上在问 是不是华妃向太后打的小报告 不是华妃娘娘打的小报告 也不是皇后娘娘打的小报告 找到人呢 是丽萍打的小报告 还跟太后说了 不少晚贵人的黑料 我得同时跟皇帝 拿小本本记起来 拉黑丽萍 咱们这个皇上 对这个晚贵人 还真的不一般 可在晚贵人宫里 我却发现了 自打他进宫 我见他第一面 就喜欢他的那个宫女 哎我忘了 现在是新帝登基 他也已不再是小宫女 他是锦西姑姑 是我一直放在心底的秘密 当你用苏培胜的视角 打开甄嬛传 那真实 笑得越真杀得越狠 这视角一转剧 就变成了反派男主 握心肠胆 谁若惹我 我盼他死缓 大家好 我是苏培胜 我是这紫禁城里 最下等的奴才 但心里也存着在意的人和真爱 从业三十余年 没人能在我的话里找到破绽 就连皇帝我也能玩的团团转 但有个唱小曲的 却总是看不明白的 非要给我对着干 这事儿吧 还得从那个长得像成员的说起 本来选秀那天 我知道有个女子长得像成员 我就冤枉着宫里 要起一波兴风血雨 都不漫天 可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女子进宫后半年没成宠 又让皇帝发现他吹的也像成员 他呢不仅跟皇上在御花窑 来了一波回忆啥 还跟皇上一边吹笑 一边说俏俏话 那你可真是把成员的红蓝buff 踩在脚底下 我看也别分为挽回人了 直接叫真buff实名开挂 本来事情到这实属也没什么好惊讶 无非就是你爱我来我爱他 这种小剧场 我从业三十余年也看的太多 无关痛痒就随皇上的变版 可就在前两天 真buff突然过来跟皇上说 说除夕那天晚上呀 跟皇上对施的认识他 不是那个唱小曲的 皇上那是一腔爱恨睡错的人 哇在那门槛呢 听的那是寒毛直立 像给我当时说话的时候 多了个心思 不然这事我还得担责任 哇当时把人送给皇上的时候 我说 皇上 您吩咐奴才办的事 奴才已经尽力去办 但是 但是后面的话 我就没有说出口 咱先来个附近请罪 皇上您喜欢玩的感情游戏 我琢磨不透 若真要责管奴才 也请先喝口茶吧 注意啊 咱从头到尾都没说过 这个女子是谁 是皇上自己喝茶的时候 又跟她对了诗 又跟她说了话 是皇上自己觉得 她是除夕夜的女子 我可没有说啥 但这女子拿着假彩票 对讲还让皇帝睡错了人 这事儿皇上能忍吗 皇上肯定不能忍呀 整个就是一雷霆大怒 那从来都是她白嫖别人 这是她第一次被别人白嫖了 她收得了吗 直接就把那唱小曲的给赤字尽了 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 整个过程 我都站在门槛的听着呢 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告诉我们白嫖虚谨慎 不是 告诉我们 我们复仇的时间到了 这唱小曲的一开始就职业骑士 不把我们当人看还遭奸我徒弟 今天更是玩了个莫名顶替 我要不是那天找他来侍奉皇上的时候 我多了个心思 我现在就得跟他一起死 你敢在皇上面前把俄罗斯泡娃成为替身纯元 替身的替身是吧 自死于世那一天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他砸了药酒撕了白嫖 说什么都不肯死 还说要继续唱曲给皇上听 这种事情我三十多年来见的太多了 但我一定要把他的死做的重大光明 就在这个时候门打开了进来的一位安答应 这答应我有印象 就是皇上招他事情的时候 他不答应又被皇上送回去了那一位了 可这位不答应进来就开始教我做事了 他像外行之道内行一样的引导我 他问我 昔日殉葬的嫔妃若不肯救死我 应该如何 应该如何 还有你说 不过这位不答应来也省了我太多的事情 我可以借着不答应的口风上 这位于是死的正大光明正当途径 想在宫里混下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自己当机器 上面有命令下面在执行 让自己身边永远有一个背锅的站在那里 拿到了不答应的投胎许可证之后 我们就要对于是走正当途径 这时候我徒弟早就憋不住了 那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或者就说刚刚师父让你忍 那是小不忍则乱大猛 现在于是的死亡证明也开出来了 他在宫里也是弃君网上害人性命 你就别手软 有冤抱怨有仇报仇 我徒弟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麻绳 结束了他的性命 可我出门之后却思绪不停 这宫里盘根错节千一发而动全身 而我有一个心中要紧的人 也在这些老树之间艰难求生 他是真buff宫里的管事姑姑 前两天真buff过来告状的时候 他先打了前站过来铺垫 他铺垫完刚走出店门 我就赶紧走过去想给他打个照面 没想到我一问人家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人家还真跟我落上了 人家说人家笨嘴啄舌说不清楚 哎呀你还说不清楚呢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最善良最贤惠 最集世界美好于一身的女子 可我说完人家笑笑没说话 那我就得继续说呀 我不能刚一见面说两句就让人家走了 我就把他的台词都说了 我说又得说了让华儿心动 又让皇上爱怜是吧 好嘛我说完人家又没说话 人家来个多谢公公指点 指点啥呀跟我客气 跟我客气了是不是 我看他又不说话了 我就问他 我说那皇上怎么说呀 然后人家还是喜自如今的 人家说还能怎么说呀 剩下了就劳烦我了 行啊你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山不转水转 他不转我转 也就是因为这么个人 我对碎玉轩特别的上心 虽然说碎玉轩那位小主 身上有红蓝buff是个真buff 但该提点的事情 还是得让他知道 感受到的危险就得给他发信号 于是我就让小夏子去了趟碎玉轩 就在那天晚上 让他完完整整 仔仔细细的给那些小主 还有我的锦西讲一遍 那位跟他们走得近的不答应 下午去冷宫 到底做了什么 又是怎么的结束了这一切 放心 是 可不是小主 让安大爷买了吗 还是安大爷说 左右是个死 才让奴才力次算 之前吧 是一个人混在养心店 一人吃饱全家安全 现在我的锦西 也因为工作原因 绞在后宫里面 不管他对我有没有心思 该为他想的 还是应该考虑周全 该说不说 这唱曲的于是一死 一年一度 宫斗大赛的第一个节目 也表演完毕 转眼到了夏天 这五颜六四的嫔妃 都要跟皇帝睡到圆明圆去 可在一个皇上龙颜大月的晚上 我闻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即将上场 那天晚上 曹贵人设宴 说沈贵人怀孕了 你也不用管中间 这些妃子崽子和黄色 您就单听七妃娘娘这句话 他说 贤良淑德的曹琴末 说曹贵人真是贤良淑德啊 听完这句话 我猛的就抬起了头 曹琴末能在华妃手下 生下公主 还能跟他相亲相爱 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命在他手上 过得不明不白 曹琴末要是贤良淑德 那量子纠缠 就得发生在东汉三国 但此时 所有人都没明白 一个巨大的危险 正在靠过 用苏培胜视角打开 甄嬛转 那真是能不能都别送了 可赵葫芦就爷爷呢 别人家斗起来 那叫中门对居 我们家斗起来 那是主要靠我 站在勤政店外 守能员防御 大家好我是守能员 不是大家好 我是苏培胜 自从华人搬到圆明园 我的工作场地 也从养心店 搬到了勤政店的外面 但这不搬不知道 一般真是跟我吓一跳 他们撒着后宫 SE区的骚操作 那是一套一套 我看他们撒 摆明了就是不想成团出道 而是给我来个塌房警告 事情是这样是的 本来那天瘟疫小公主周岁 大家玩的都挺贴心 我答应唱了歌 惠贵人弹了琴 真buff跳了舞 有一说 这真buff还真是叠buff 他现在不仅长得像纯元 吹得像纯元的念着纯元的诗 还能跳着纯元的舞 可就在他们撒场为后宫 Shofer's Star 每两天 不答应的父亲就出了诗 本来不答应的父亲出了诗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反正不答应在皇上的心里 就等于不认识 可就在皇上为不答应 父亲勃然大怒的那一天 我也在勤政店外面 竟然看见了赶过来求情的惠贵人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他要干啥 聊了两句 才发现他是来求情的 当时我们的血压都上来了 这要是别人 咱提醒两句意思意思就算了 可这个惠贵人 是跟真buff我的锦西 绑在一起的后宫SH1 我当时看着四下无人 我真是得跟他多说几句 我就先跟他说 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后宫干政 再说了 这粮草是运给年庚瑶 让他出去打仗的 那不答应他爸可好 年庚瑶在前面打仗 他在后面断他口粮 你也说你这一口一口 是不是就把华菲也给得罪了 可我这边这话还没落音呢 惠贵人接着就跟我说 他说能救人的时候 他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他要一封家书回去 给他爹写信 让他爹处理这个事情 我清完我就想找降压药 可是我没找到 他爹解中邪灵 确实能够暗箱操作这个案子 但关键的问题是 他爹就相当于考场的监考老师 现在你要一封家书回去 让监考老师帮助学生作弊 还有蛮过皇上这个教育局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在乎的人了是吗 我要是你爹我留点位置 难道没人为我发声吗 就要你这么操作 一封家书回去帮他作弊 首先有可能 沈大人没了 非死不可 下次 要是华飞知道你暗箱操作 能不答应的父亲也 非死不可 最后 华为这事发的可是雷霆之怒 摔碟子杂瓦 桌面清理大师那种 您子要是掏了这趟浑水 您这眼看就协理右供的权利 非死不可 我真是很久没有跟小主 说过这么的话 这些小姑娘们 平时唱跳弹琴 都看着挺机灵的 他怎么一到身上脑子 就不转弯呢 就不像我们家锦西 如果我们家锦西处理这个事 一定能处理的不准痕迹 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 轻者自轻的局 他不仅不应该 让自己父亲去帮着作弊 甚至应该去撇清关系 并攻处理 不过好在 会贵人是一个听劝的闺女 在那劝了半天 是终于给他就劝了回去 可这件事刚消停没两天 会贵人因为 嫁孕装宠的事情 降伪的答应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又在勤政店门口 见到了前来求情的争霸 而且还是那种 怎么全都劝不走 非要在门口等着的那一种 晚秋又开始了 是不是 这里是前政店 里面全是高压线 你们能不能想 亲人不再过来跟皇人见面 而且这次的环境有些复杂 秦政店外面是我和真爸 秦政店里面是 华妃 曹贵人 皇上和威仪小公主 那里面现在的画面就是 曹贵人抱着小公主 在逗皇人开心 华妃念着 年功要从西北寄过来的信 像这种情况 我就不能像上次那样 站在大门口 一点一点的 给他分析利弊 我就只能拐弯抹角的说 但求他能听得进去 我先说 西北战事正是锦 皇上动用年更要 连带着华妃在宫里的地位 也是水涨船高 华妃这两日 除了上朝 就是躲在秦政店里面 要不就是假装看折子 要不就是假装见大臣 实在是不想见您了 多谢苏公公提醒 我在等等 完了 QQ了 我感觉他没有轻动 奴才知道 你是想为沈大英的事情求情 可您不能把自个儿也舍进去 溜达个星辰再也不怕没柴烧 但我说完 他对着我那么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这娃子是有情有义 要为了姐妹情 在外面站的天荒地牢 说了半天 他还是执意如此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看在我们家锦西的份上 给他递上一把伞 有时候这宫里小主 跟管事姑姑的关系 就像女明星与经纪人 那女明星要是塌访了 我们家崔经纪 也是难以脱身 那就在这个时候 真buff刚把我的伞撑起来 华妃娘娘就从店里面走出来 华妃娘娘因为她哥年更要 现在已是宫中顶流 这个时候遇上真buff 她肯定得拉踩两句 努力让她抬不起头 我就站在后面听 他们就在前面聊 那真buff看见华妃出来 还问她 皇上不是一直在忙于战事吗 该说不说 我见过往枪口上撞的 没见过直接用头把枪眼堵上的 那华妃一听这么好的机会 那自然是开始显摆 先说西北战事未平 皇上关心家兄 又说家兄寄来了信 我要在里面一一念给华妃听 这基本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台词 真buff又搁这听了一遍华妃版的 但好在真buff的性格很不错 不管华妃在门口 如何怼戴她都触遍不惊 她心里此时只想救自己的美姐姐 绝不允许自己行差踏错 于是我眼瞧着她挨了华妃的一顿怼 还问我能不能再进去通船一遍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就转头进去了 毕竟这种有情有义的姑娘实在少见 可我进去刚刚说了一句 万贵人还在外面后准了 皇上还没有说话 那个曹琴默就在旁边山音风点鬼火 说什么皇上快让万贵人进来吧 他挂心着沈达应不拉不拉 又说万贵人如果有什么不是 沈达应也不能放心 更不能安心进祖司过了 不拉不拉不拉 这几句话此时此刻在皇帝耳朵里面就等于 沈达应沈达应沈达应 禁祖司过不拉不拉不拉 这曹琴默什么时候能像她的秦义一样 是个哑巴 可是没办法 皇上当时就已经听到了 她根本就不接我的话 继续让曹琴默给公主唱耳歌 一般这个时候就代表皇上想静静 她什么都不想说 得了这个信号 我就赶快出门给真buff说 我这回再说的时候 就没有用什么隐喻比喻长男剧 我就直接说 皇上这会儿不愿意听你说 我也不想想沈达应的事情 咱这边就真诚建议您先回宫去 您要是一直在这儿处着 就是跟皇上过不去 这次我说的很明白 真buff看了这么个情况 也是一个听劝的姑娘 说完之后 人家小姑娘给我道了一声谢就走了 她走了之后 我在后面打眼瞧着 前两天这仨姐妹还是后宫的SHE 现在三个里面塌房了一个沈梅庄 不答应也没什么人气 只剩这么一个真buff还屹立在这里 恐怕这姑娘以后的日子也是腥风血雨 当你用苏菲胜的视角带给甄嬛传 你就会发现 有仇他是真buff 有刀他是真buff 他是杀人不见血 枕边缝一起 对了我是苏菲胜 在这个宫里 有两个人不能惹 一个是皇帝 一个是我 不能惹皇帝很简单 是因为他掌握生杀大权 不能惹我是因为我掌握 掌握生杀大权皇帝的耳朵 可说来也怪这么简单的道理 总有人想不明白 就比如媚嫔哥贵 但CPU却实在不够烧的华妃娘娘 他每天都想点燃皇帝 奉献自己的年庚养小炮杖 这兄妹俩 一个在后宫 对我的锦西替目穷追猛打 一个在前朝 对我的自尊无情践踏 在后宫 CPU紧张的华妃娘娘 先是栽赃陷害真buff 毒害公主 恶意争宠 又是大晚上 想把自己的寝宫装扮成PGV 那天晚上 因为他一句话 不来用了真buff和我的锦西 就立马立的抱设备过来 当起了他寝宫里的深夜影音 小卡的咪 对的 当天晚上的不答应 在前段时间已经答应了皇帝能士气 被皇帝升级成了不常在 要不你说这不常在的事情 不可能成为常态 你看这名字里面 就透着古怪 可说鬼说闹鬼闹 你敢拿我的锦西的锦西 Tim开玩笑 那我就得让你知道 什么叫没有一个口误事意外 全部都是精心安排 那天 曹贵人拨了一盘脸子过来 说毒害公主的事情 都是华妃干的 与她无关 她作为瘟疫小公主的亲娘 当然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 皇帝当时没特意说什么 只是让她把瘟疫 抱回自己的宫里养 我一看这是机会正好 转脸就去皇帝面前补刀 进门我就说 皇上 奴子看 曹贵人挺开心的 看似是报喜 其实是通过曹贵人 挑起毒害公主的话题 怎么倒是皇上 你有点不太高兴 明知顾问 就看皇帝愿不愿意 顺着我的问题往下问 你看见曹贵人 拒接瘟疫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他问了我们再继续说 该我上场表演了 高兴了就差点没飞起来了 直问华妃娘娘那些了 皇上此时最不想听见的 就是华妃娘娘和孩子 可我就是要在此时 疯狂cue这几个关键词 告诉皇上 华妃恶意争宠谋害皇嗣 反正谋害皇嗣的又不是我 我只是在皇上面前 不小心的口误的 那么多说了两个字 挪才说错话了 挪才开始 说错话了 自然要向皇帝真诚的道歉 可就算我的刀统 已经觉得再拔出来 皇帝身上也都有了一个 叫华妃娘娘的窟窿眼 你说的是实话 朕也没看错 就因为如此 朕才觉得寒心 皇上能听明白 我真的很开心 要是能有俩硬币 我会更努力 后面一连好几天 后宫的人皇上是一个不见 直到年庚瑶的请安 折子送到皇上面前 要不怎么说 谁是皇上谁闹心 你说这么多女人 凑在后宫里面 想见的不能见 我想见的那位 你少看他一眼 他跟他哥都得闹翻天 很快年庚瑶就回来翻天 不是很快年庚瑶就回来 说西北大街 年庚瑶还朝请安的那一天 皇上特意设宴 说是让年式兄妹二人 吃个便饭再见个面 那天我是恭恭敬敬的 把他妹妹请到养心殿 又妥妥贴贴的安排好 年大将军的作息 给足了他面 可就在我本本分分的 站在皇帝旁边 就听见了一句 那就有劳苏公公 这货是想让我给他夹菜 他真是活了这么大 都没有活明白 你也猜我为什么 站在皇帝的身边 而不是站在你窗前 那是因为我跟着皇帝几十年 只有坐在龙椅上的人 才能驱使我 当时我就看向了皇帝 毕竟只有他才能对我发号施令 可当时皇上看了我一眼一抬手 就知道皇上的意思是让我去 去就去 咱挂上标准的微笑服务的格调 绝不能在这关键时候 让年庚瑶感到我的情绪有些微妙 那天吃晚饭 出了门 送着兄妹俩走的时候 我还是本本分分 可这年庚瑶是眼高于顶 我对他礼礼貌貌 他对我是不拿正眼瞧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他 就他刚刚跟皇上吃饭的时候 操作的那一套 估计阎王都留不住他睡午觉 就刚吃饭 他先让我给他夹了菜 又在皇帝没吃饭的时候动了快 最后皇上给他客气客气 他还跟皇上成兄道弟 说叶家子吃饭真是和气 你也说怎么每个人从外面看起来 都是一个头俩胳膊 但年庚瑶看起来就是一头二臂 他就像那个想自我毁灭的小炮掌 在皇帝的雷区他是精准蹦迪 那天的事情还没完 当天吃了饭 皇上又准他先送华妃娘娘回宫 可等他送完华妃娘娘回到宫中 皇上次座他是真座 可我给他上茶他是一口没喝 能让我端茶送水的人不多 我亲自给你上茶 你还一脸嫌弃 好像这碗茶我喝过又吐进去了似的 咱先不管皇帝被摆了这么一套之后 他会怎么想 咱就是说谁要是看低我们 觉得我们下贱 我们就让他睡在下面 可今天 这也是我第三四个年大将军打交道 他又是搞为难我的那一套 人都说再一再二不再三 你是骑在我脖子上你来回电话 那天年庚瑶来找皇帝 我都跟他说了 皇帝正在跟石器也下起 他对我的态度还是眼皮子天上烦 看不见我也看不见我的请安 人家站在门口直接目视前方的 给我来的一个我就站在这等 说你是一头二臂 你还真扎这个膀子 你站在这里 你站的位置是养心殿 只有皇帝才能站正中间 不管您是将军还是大臣 您都得稍稍往旁边 可他对我根本就没有正眼看 他就是要往那中间站 行 刚来就给我出思考题 问我怎么办是吧 我当时就让小夏子搬了张椅子过来 面带微笑的请他坐 可他不看我也不理我 非要我把这椅子移到中间位置 他才肯坐 这么喜欢中轴线 也不知道你的坟圈圆不圆 一整查的功夫过去 果郡王从里面出来了 他这年庚瑶可真是个大炮掌 逮着谁都得光光亮响 他见人家果郡王出来 屁股辣在椅子上不肯请安 还说是在西北打仗 闹得工商 又足及请果郡王见谅 当时我就站在他俩后方 所有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并写在了本子上 那天年庚瑶走了之后 我就火速进入养心殿 收拾茶碗就在我收拾空档 皇上问我 年庚瑶出去的时候神色如何 我说大将军出去的时候 比来时更高兴 这是告诉皇帝 年庚瑶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我又说皇上召见他能不得意吗 这句话的重点在后面 得意两个字 因为皇帝召见他 他才得意 这是托辞 真正得意的原因 是他办成了他想办的事 他是得意 很好皇上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 他很生气 了解了皇帝的怒气 我在说出我想补到的那一句 我就看似闲聊的说了句 刚年大将军来的时候 您和十七爷不在里面下棋吗 于是那年大将军 就在外面坐等了一会儿 他是坐等的 皇帝又问了 这刀我们还能继续补 我说他不仅坐下等 连十七爷来的时候 他都没起身 幸好十七爷的性子 是最和缓不光 也没跟他计较 年庚瑶现在不得了 连十七爷都不放在眼里 不过话说回来 不过就算是年庚瑶 我也敢补到 大将军老苦功高 大将军功高震足 又谁敢跟他计较 怕是就连皇帝您也不敢跟他计较 弄才实验 弄才故意实验 你是实话 未必实实验 那是 我的口误都是技术 能让你在我的话里找得破绽 那我还怎么在这宫里吃这碗饭 用苏培生视角打给甄嬛传 那真是 在这个宫里 只有我是最懂皇帝的人 其他人都是枪车暗的愚蠢 大家好 我是苏培生 那真有些姑娘 永远都闹不明白 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 想在这个宫里活着 却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 那就像没拿魔杖单挑伏地魔 你是好吃好喝 你不想活 列将解析别人一句话 只需要一个脑袋 但你解析皇帝一句话 你吸不好 他摘你脑袋 那天 真buff抓了刘本要治华妃的罪 那是人政物政挺不齐全 只差皇帝一句话 就能贬华妃下33出天 可真buff呀 他是只顾着自己的姐妹情 和着急忙慌地去计算谁是谁妃 他根本就没有顾虑到皇帝 此时的心情 以及皇帝到底想不想治华妃的罪 也就是那天 我是站在门口突然被喊进去 进去的一瞬间 我就开始疯狂解析 皇帝到底想怎么做 上来就刺死俩 太医皇上确实很生气 华妃 赤夺封号 将为贵人 可皇上说完这一句 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消息 这非静止的画面 站在我的对面 就是皇上在思考 要不要成为华妃的对立面 慢着 赤夺封号 将为贫 好了皇帝思考完毕 答案就是他很生气 但不多 反正不管出于什么缘由怎么说 他此时此刻 并不想狠狠处罚华妃 让我们自己掂量掂量 该怎么做 这一点事我还能给您办不妥 我当时就给皇帝 铺了个抬家 我就说 我说皇上 耻夺封号 已是极大的羞辱 那远甚于将为的处分 这句话就是给华妃求情 那毕竟这个养心殿里 此时能给华妃求情的只有我 你怎么不能希望 地上柜子的那位原告 站起来说 说完之后我还接了句 我说皇上您这么动气是 但皇上根本就没有听我在说什么 也不想提起华妃的过错 皇上是顾索幼儿言 他岔开话题的跟我说 先去先复工 说朕付了沈贵人的位分 我寻思着我刚刚也没提到沈贵人 更没提到沈贵人的位分 你看皇上逼得都开始战术逃避的 你不提处分 他给你提位分 皇上这句话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沈贵人的位分是要恢复的 那华妃的位分也是要保住的 你看皇上性格啥都要 还都要两手抓 这都是之前让我给惯的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现在真buff归在这要说法 皇帝说什么也不能不出发 那我只能现场给他修人工台阶 让他往下下 皇上你注意啊 对于华妃娘娘要降位的事 老奴要开始编了 若要让内部服再传旨 只怕和公都会惊动 皇上我台阶都给你铺好了 咱就是说传圣旨这件事 是考工啊 955早晨9点到晚上5点可以传 5点之后夜深了 就就就不能传了 结果突然想出来这么一个不一定会 皇上你懂我意思吧 那就明日传旨 得了一皇上懂我的意思了 我们俩这闭合没得说 可没了一会儿皇上又说 先不要走漏了风声闹起来 这这这咋还透气呢 皇上又拖延时间说 明天再传圣旨 又跟我说 不要走漏风声免得闹起来 其实就是让我去走漏风声 让华妃娘娘闹起来 那别人的工作是翻译 看看主子有没有话里有话 我这工作快整成破译了 里面藏了个摩斯密码 这里面咋能还有地下任务呢 诺才知道 行吧行吧 不用多说 我给你办妥 现在这三个人的养心殿 只剩真buff 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面 翻有些人有些话 我当着皇上 我是一点提示也不敢说 那天我走了之后 我还翻了翻 我徒弟小夏子的公众号 那上面是写了一清二楚 我走了之后 皇上问真buff的第一句 华华 刘本的事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 是吗 那最是无情帝王家 谁信皇帝谁傻瓜 让皇帝怀疑你很义 让皇帝相信你很难 但说到小夏子的公众号 我突然想到 可以让小夏子出去发信号 皇上不是想放出去点风声吗 那我徒弟这个大嘴巴 就很适合当紫禁城里 大八卦的小管家 我就跟我徒弟说 写八卦的时候当个标题党 别提具体的人名 别说华妃娘娘 你就说刘本要抓住了 只要说刘本抓住了 那风声自然会去到 华妃娘娘的宫里的 就在那天晚上 出去放风声的小夏子 在贤湖宫门口 找到了一位幸运儿 这个幸运儿是不常在 自从这个不常在 在皇帝身边不常在 他在皇宫里当该溜子 就成为了常态 那天早晨 皇上刚一起床 就开着给我对案号 有罪当罚 有个亲属 咱一下就去伊康宫传旨 这是皇上在跟我说 有罪当罚 他都给华妃娘娘放海了 华妃娘娘也没想好对策 于是他决定 还是让我去传旨吧 华妃娘娘这一罚 他是躲不过 当我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 华妃娘娘提着俩太医进来 我就跟他说 我着急去传旨 恐怕这会皇上也没时间见您 然后华妃就说 有没有工夫见的是皇上的事 提不去平衡是你还是 行 昨天晚上打麻将 养心店三缺一 今天早上齐了是吧 这华妃娘娘要进养心店 战局只能是更激烈 因为我进门 而刚说了华妃两个字 真buff就百货了我一眼 那我就知道 他的立场是想趁这个机会 把华妃娘娘裁饼 于是我赶快改口叫年瓶 可我改了年瓶之后 皇上又不高兴 说我还没有去颁布旨意 不要年瓶年瓶的叫着 行 你们养心店三代一 三个是各自为主 考验我的工作能力 那皇上是向着华妃的 华妃是向着自己的 真buff从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看清楚战局 还以为皇上是说到 做到禀宫执法的 爱心觉得大胖局 当然了 这件事情最后 由华妃娘娘带着太医 治好了十亿 完成了年世家族的大团圆结局 那真buff只能怎么样呢 只能灰心丧气的回家去 其实他跟华妃这一局 在一开始就是必败之局 因为他没明白 皇帝脑壳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不过在这养心店里面 那是黑白无常天天见 就算你工作的再好 也得习惯阴阳两界左右横翘 就比如今天 皇上中午去华妃娘娘宫里 吃了个饭 回来就问我是不是脑袋 不想要了不想干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 首先我们没有惹到皇帝 且算能让皇帝发这么大火 也多半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我们只要做到一颗头 二认错三顶锅就可以 然后我还问了 问皇帝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皇帝说 是因为这宫里面 有人跟外头互通消息 而我却猛然不知 所以他这么生气 你注意啊 皇上此时说这个互通消息 是指的华妃娘娘跟年的将军 因为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华妃娘娘刚说要封赏年庚瑶的儿子 中午的时候 年庚瑶就把要封赏 有功之臣的折子都递上来了 那就是他妹妹在宫里点设 他哥哥在外面主宫 孽们兄妹二人是配合的 让皇帝觉得他像一个傻子 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所以这个事咱能管吗 咱不能管 我要是能管着年庚瑶跟年事来 能不能互通消息 那我估计在皇帝旁边也活不了多久 该给自己准备葬礼 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晰 皇帝看似在骂我 其实就是在骂自己 但我跟你可不一样 你糊涂我清楚 可不管我们看明白了多少 都不能显露 你就磕头认罪 说自己错了离谱 希望皇帝能够高抬贵手 在皇帝身边做思考题 你就得知道 什么东西能解析 什么东西不能脱一 用苏培圣视角打开甄嬛转 那真是未谈恋爱不吃苦 我是连夜长出夜深反骨 共和良良 心愿必可达成 大家我是苏培圣 像这种聚在一起 卖皇帝的事情 说实话我从来没做过 但它也不影响我 为了锦西突然想做错 那毕竟生命成可贵 老婆价更高 若为锦西 故皇帝皆可抛 说起皇帝 他拥有我最想要的东西 但他却对这东西 肆意挥霍并不珍惜 践踏别人真心的人没有好结局 若是我能有一段 良相情好的夫妻情义 别说是卖皇帝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给他打折半价卖出去 在这宫里打工几十年 我见过哭着不愿就死 死前非要皇上的圣子弟 我也见过荣宠多年 一招家破人亡 最终装住而死弟 我更见过 浑身点满成员buff 奔向决战 自尽之滴 却毁在了一句 除雀乌山飞云野 一句晚晚泪轻伤的他许多年 他是自请甘露寺修行 与皇帝再也不见 在这个宫里 我见过太多时太多人 也见过太多的人变成亡魂 于我而言 宫内斗争 我可以视而不见 龙华富贵 我也早已握在手边 现在想起 我有多年前的小宫女 让我留恋 我曾在考场 背着皇帝这个监考老师 偷偷给他传答案 皇上知道是17夜 就我们小主回来的吗 知道 叶岸曾顶着舆论的压力 给他家一人说好话 希望皇上不要再继续挂黑他 其实皇上早知道 把婷娘娘定着 自然 都得知道皇上忙 海在皇上休息的课间十分钟时 见风插针的去找他说话 这家人你可搞见了 各位起主办了 可就是这样一位小姑娘 人家从始至终都没有接我话 也不想来我家 咱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情况 也从来不去为难他 可今天我突然发现 他来到我的家 该说不说 我在宫外面的这个厮宅 知道的人不多 特别是在那个紫禁厂的工作群 知道的也就是小夏子和他 我直接让他喝我的茶 还说自个儿家里 别那么生分 就叫我的女儿吧 这句话听了之后 那真是如情鲜悦耳赞鸣 从这个时候起 我就满心满眼的都是 静息夜闪夜闪亮晶晶 傻乐了一下才突然想起 就赶紧让人家坐下 可锦细也不做 说我这宅子装的不错 该说不说 我这宅子是不错 可这么大的宅子 住起来只有我 哦 这么多年也都惯了 啊你看刚才我又说错话 人家小姑娘摆明了 就是不愿意 我刚说那种话 让人家现在没法答 但我刚才确实没那么意思 我就是陈述事实 就说咱咱这个房子大 我刚找补了一句 我说我自己在这住都住习惯了 你说他 他不会生气吧 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 陪陪陪陪陪陪谁 有些懒了 这这这幸福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这这这甜甜的恋爱 终于轮到我了 这种事吧 之前我不是没问过 这种话题呢 我也不是没说过 但人家小姑娘 对于我是真没有那个意思 我也不好怯 这个老脸 一直在人家身边活活 可今天她来找我 不仅说要跟我一起住 还放低姿态 捏肩捶腿 说是谁的人 终归会走到一路 可当我幸福的多巴胺 刚刚通过天灵的直逼大气层 静息突然就说了句 只是 可怜的婉萍 你等一下 咱俩之前为啥有个婉萍 她又跟我说 可怜婉萍从此 故身一人 无人照顾 她实在不忍心 不是这这这 要不你先起来 这这这甜甜的恋爱 突然恋不起来 就其实你找我 就是说那个 皇上的婉萍 是不是 你可有把握 明白了 明白了 就就你跟我在一块 就是其实上了个恋宗 就谈恋爱 其实带任务的是吧 若是婉萍还有机会 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 得不辜负了 这句话一说 我是彻底听明白了 不仅跟锦西上恋宗 是有任务的 就是你想跟人家的小姑娘 上恋爱综艺 也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呢 就是忽悠皇帝 把真buff接回宫 一时之间 突然有两个选项 摆在我的面前 一个选项是选锦西 一个选项是卖皇帝 但只有小孩子 才做选择 像我这种成年人 当然是全都要我 既要选锦西 就要卖皇帝 当然最好还能有两个硬币 去灵云峰 见完了真buff 很快就来到了 卖皇帝的日期 当天我还找了 几个现场外援 有真buff的好闺蜜 惠嫔 还有真buff的亲生女儿 可是不遗余力 当天我们这三人 小队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把皇帝 卖到凌云峰去 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 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 出来踏春了 已经一次场景布置完毕 由龙月公主和宫女 在皇上必经之路上 开心跑跳为主题 挡住皇上的去路 让她挺下 接着由我引述 天气好可踏春的话题 这啊 来过几日 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 皇帝接了我们踏春话题 说下去 说到了2月2龙抬头 那我自然是要补一句 龙抬头既要踏春 还要祈福静香 还故意问皇帝 要不要去 每年都去的宝华店祈福 这就把踏春 祈福静香的话题 往地理位置上引 皇帝说年年都在宝华店 他自是不想去 很好 既然你也不想去宝华店 那我们就有 其他的地方安排你去 就在这个时候 由我再给皇上 提供一个错误地点 皇上说不想去宝华店 因为没意思 所以想在养心店看折子 我就跟他说 龙抬头是个大日子 不如你去花神庙 挤挤挤热闹 我还故意跟他说 去年那庙我就去过 那是挤得满身是汗 还差点把脚趾头也挤掉 那皇上自是不能去 这么乱的地方 他就跟我说 他不想凑这个热闹 就在这个时候 在我已经抛出 两个错误地名的当口 由慧婢娘娘将真实地名爆出 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 去林云峰赏春 风景秀美 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 看皇上一看甘露寺 就像被人踩到了尾巴根 我还就赶快给他铺台阶 拖着他的面子 那理由我都给他想充足了 我先说我知道 甘露寺有您不想见的人 咱就是去上乡 绝对不去见他 第二 咱去上乡也是为了 太后娘娘的病情 皇上亲自为太后烧香祈福 更能显得皇上的孝心 感天动地 也还更有诚意 最后我再给皇上挖个坑 我说你看要时间早 咱们再去林云峰踏春 反正不会见甘露寺那个人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此时此刻那个人 就在林云峰 皇上对不住了 我为了我甜甜的恋爱 和即将要开始录制的恋宗 我必须得遵守跟锦西的约定 把你卖到林云峰 用苏培胜视角打开甄嬛传 那真是我跟我老婆站一边 谁让我老婆谁升天 只不过可又要听齐贫在那敌果了 大家我是苏培胜啊 我谈个恋爱不容易 特别是人家小姑娘 还根本就没把我装到心里去 我这恋爱谈的 基本上属于合约恋情 还到期不续 那你说 我不得趁着这俩时间 多多跟人家小姑娘增进感情 让人家觉得我这人确实靠谱 有后也能跟我过下去 可有些人就是见不得我谈恋爱 我那是万事俱备指线东风 可他就是眼皮子浅 不想让锡飞回到宫中 那天我把皇帝卖到了林云峰 那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皇帝这小子落地就问 婉萍如何如何 他连一口茶都来不及喝 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小子是蓄谋已久 还在宫地嘴硬了这么些年 说谁想婉萍谁是狗 爱的时候你不大声说出口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可现在我对皇帝的恋情不感兴趣 他的恋情是支线太多 主线恋情是一个不说 可我今天的主线任务很简单 就是把皇帝卖到领云峰 再让皇帝把真buff接回宫中 卖到领云峰我已经做到 两人见面之后 我还要故意口误试探一下 皇上对这个真buff 他到底是想不想要 怎么会知道没抽事态 婉萍还病着呢 我试探地提了一下婉萍的封号 但皇上并没有纠正我 而是直接转移话题 去关心真buff的病情 以及在寺院过得好不好 这说明皇帝就是一个 口是心非的小傲娇 他对这个婉萍也是很想要 这一个口误试探出两下皆是有情的 剩下的事情我就放心了 但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俩和好的速度这么快 那是拉着进度条直接跳 他俩和好之后 我本来还想跟着进屋伺候 关门的时候还是锦西提醒我 让我在外面守 要不你说我们家锦西 冰雪聪明 情志双高 那一身呢 是集时间所有美好 这一个动作 我就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谁都不能说出口 站在门口 我还特意提醒小夏子 接着事情谁说出去 谁带死 我这徒弟看着很一般 但他中意中玩的非常赚 大多数时候 他都能正确翻译我的题杆 可就在我完成了主线任务 也完成了直线任务 连真buff的爸爸 我都吹了枕边风 让皇上安排真buff的爸爸 从宁古塔接回京中 可就在这个时候 皇后突然跳出来作妖 他是一会儿去上香 香上断了 一会儿给御花园走路 又崴到脚 那是整天在宫里释放那个不祥信号 就差吧 我不想婉萍回宫 写在脸上 一个就是在宫里闹 但皇后能在宫里反应这么大八成 就是知道了真buff怀孕了 真buff怀孕这个事 是他偷偷跟我说的 我又偷偷告诉了皇上 皇上又偷偷安排了温太医安胎 看来虽然我们这群人都在偷偷安排 但皇后想知道什么 他还是能够查出来 但你说皇上这个老旧机器 突然有了这个工作效率 有了这个孩子 对真buff来说 那就是皇上送给他的一个回宫加速器 但这加速器还没工作两天 皇后是崴脚断箱 卧床带伤 太后那边也是受康公着火 让人心慌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爱唱歌的突然说了句 现在宫里这么不吉利 不如请青天剑过来看看 看看宫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但你是真的狗青天剑也不是人 那老小子 进来就说什么威月燕冲月 还说什么 而其伟代小心 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 那你直接报真华身份证得了呗 我在旁边听着 只觉得我第一次想谈个恋爱 你就给我设置这么多障碍 那皇上听完青天剑的胡说八道之后 直接跟我说 暂缓真buff回宫 真buff这回要是不能回宫 那我跟锦西的恋情估计也是转瞬成空 在这种时候 先要两个硬币不能坐以待毙 虽然现在真buff还不在宫里 但我们得帮他收集情报再传递消息 绝不能让皇后那个老匹夫战尽先机 于是我赶快把青天剑从中作梗的消息传给锦西 索贝生传来消息说 皇上顾忌威月燕冲月的天象 一时 他不能接娘娘回宫了 很快锦西也告诉我 让我去找宫里真buff的闺蜜 要说起会皮娘娘这人确实不错 上次还跟我友情出演一起卖皇帝 这段时间我是任劳任怨 两头送信 就像一个情报发射机 夜中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让我等到了皇上册封真buff回宫的消息 从册封时依旧可以看出皇帝精神状态正常 但不多 他是给真buff抬起送皇子改年龄 如果说皇帝之前对真buff的宠爱 是因为有纯元的buff在 那真buff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 我不嫁豪门 我就是豪门 我不像纯元 我就是纯元 终日叠加buff最终成了buff 皇帝给真buff册封为西非之后 他已经成为了 不用再叠加纯元buff 也能宠贯六宫的所在 可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西非毁宫之后 我刚跟锦西过了两天安生日子 这感情刚开始培养 还没有培养上来 我们家锦西的西非娘娘 就被青苔格乱师划了脚 插着从轿子上摔下来 该说不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的西非娘娘约等于我丈母娘 因为锦西是西非娘娘宫女的人 西非娘娘不点头 谁来成全我跟锦西的夫妻一场 行 哦现在人都挺张狂 还敢动我丈母娘 我转脸就把皇后窝里内斗的事情 说给锦西听 素佩胜说 齐平和安平现如今 都是皇后身边的人 过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合 现在皇后窝里有两名得力干将 一个没头脑的齐平 一个不高兴的安玲蓉 这两人虽然不足为惧 但他要是惹我们 我们就让他销声匿迹 接着收到锦西的消息 说动手之日就在今天 让我把枕边风吹上天 那次是一开始在养心殿我就开始铺垫 皇上 你喝碗莲子汤吧 草贵人说莲子通莲子 皇上你好好想想谁在给你怀孩子 西非可好些了吗 好了话题打开 只要皇帝提到西非 我就有把握让他往西非的宫里来 不多时我按照约定将皇帝带到西非的宫里 锦西出门奉茶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我就知道他对我今天的表现很满意 老婆满意我就得继续做 该是我表演的时刻 于是我就特意提起我说那个 今天那个静世房皇上还没翻牌子呢 静世房的人刚才来问今晚是否还要翻牌子 这个时候我拿到的剧本就是皇上要留宿 我丈母娘不让 当西非娘娘让皇上去其他宫里住 这个时候就该我上场 果然西非娘娘跟本子上演的一模一样 当皇上说要宁贫是亲的时候 我就出来说了 只不过经过楚秀宫的时候 可又要听齐贫在那嘀咕了 好久没吹过这么多枕边风 果然把皇帝吹得很头痛 我和西非娘娘在这一人一句给齐贫拱火 让皇上对齐贫的不耐烦越来越多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锦西说过 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分会场 是新贵人和佩儿的组合 在这个时候也一定会激得齐贫过来请皇帝过去坐坐 果然不出一时三刻 我徒弟小夏子就进来说 说齐贫身子有些不痛快想请皇帝过去坐 皇帝心中本就存着我们刚拱的火 小夏子这么一说皇上更不愿意去了 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让皇上去 因为楚秀宫正在上演一场大戏 对喽齐贫这个状态非常棒 看来新贵人也已经hold住了分会场 现在整个场子里都是我们的人 就这么一幅世界名画 全部都是NPC 只有皇帝和齐贫两个玩家 我们进来之后 新贵人的台词也很专业 一看就是昨天晚上对着稿子念了很多遍 发现说齐贫择打了宫女 以前伺候过西非娘娘 这就是把仇恨拉到皇帝身上 若因宫女犯事你择打一个宫女不要紧 但是你无端去择打一个震恨宠性的女人的宫女 嘴里还骂骂咧咧按堆永兽宫 那你就是不满皇上对西非娘娘的宠爱 后宫因度生恨是大己 齐贫一张嘴也解释不过来 此时新贵人在根据严好的走位 向皇上展示宫女的伤痕 全方为360度无死角向皇上展示 齐贫这个义公主位无德无能 坚信布了这么大一个局 那天的结果自然是齐贫降为贵人 并们思过五指不得出宫 可皇后身上的爪牙一共有两个 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 现在没头脑已经被尬了 还剩一个不高兴在外面逍遥快活 那天正好又遇上青天剑过来汇报工作 但青天剑的正式抱恙 只剩一个副使来了 这个副使回禀皇上的时候 上来就说那个威月燕冲月仪过了灵力之相 是一个祥和之气 我当时抬了一下眼 思考他是哪里人 难道是自己人 然后这皇上就问他 说你说这威月燕已经不危险了 那为啥太后和皇后的病开始没好呢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副使就开始拉正式下水了 他说因为有危险 皇上才会依赖青天剑 所以正式故意不说 就像算命的 一直说你有大灾 你才能花钱是一个道理 你这老小子可是真敢讲 一时分辨不出 他是哪里人在这里放光吗 看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话 让我明白 报仇的时候到了 他跟皇上说 这宫里有一个不祥之人 且这个不祥之人住在玉花园南角 是啊 依照皇帝所说 玉花园南角的宫殿有很多 就比如说景仁宫 永兽宫 延禧宫 可这些宫殿中间 得罪过我的只有一个 那延禧宫中所住的安平 在西非没回宫之前 上来就让皇帝去查青天剑 搞个什么威月燕冲月 不让西非回到宫里面 西非要是不能回宫 我跟锦西就晃摊了 这个仇我可是一直记在小本本里面 这次这个青天剑就说呀 说这个不祥之人呢 说他的双亲 幸中待幕 皇上一天一时也想不起来 我就赶快自告奋勇站出来 我说这个我知道 安平的生母姓林 幸中待幕 但这种送分体 一定不是天上掉馅饼 我就仔细观察了下 青天剑这个副使 又跟他在一起 联合游说皇帝 他说星秀不利 孔生不响 须在家静修几日 我说可不是嘛 你看皇后的病美好 是因为一直是安平侍奉在侧 皇上一听有点道理 直接把安平关在家里 不许她出去 这么一算 皇后底下两个人 没头脑和不高兴 前两天才让没头脑 降为贵人在家关禁闭 今天又让不高兴 在家静修 哪里也不能去 在这个宫里 媳妃娘娘现在可以说 是随心所欲 就是不知道 我这段时间的这个表现 张母娘可还满意 当你用苏培正视角 打开甄嬛传 那真是这把高端局 优先保护我方锦西 那锦西那边 你放心 对呀 我是苏培正啊 我想在宫里好好好 谈个恋爱 咋就那么难呢 你也说啊 我刚跟锦西过两天好日子 就有人往你身上丢刀子 你也问一个个 是不是都反社会人格 见不得别人 比你快乐 本来我只想站在旁边 围观一下宫里的战局 好嘛 你直接惹了我家锦西 那不好意思 谁都别走了 这把高端局 别说不说 自从我跟我丈母娘联手 不是 自从我跟西飞娘娘联手 把门头脑和不高兴 感到屋里关禁闭 那我在这宫里的日子 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牵液 特别是我跟我的锦西 你就别管 别管人家小姑娘 是不是真心的 忠意你 你就看人家小姑娘 送给我这荷包啊 上面一个柳叶 绣柳叶的这个底儿 还是个星星 更关键的是 人家这整个荷包 都是一个星星 柳叶一个星 荷包一个星 点在一起 这叫啥 这就叫星星相应 柳叶和星星 还有 还有人家绣这个柳叶呀 这个柳叶的柳啊 跟柳同音 意思就是 留下我的心 跟他两心相依 别人别的不说我 我一看到这个荷包吧 就感觉我们俩呢 那就是陨石撞地球级别的爱情 你也是不知道 就这么一个柳叶和星星的 小荷包装了人家小姑娘多少的小巧思呢 反正我是把这荷包藏在袖子里 每天戴在身上 那是贴身不离 左右我是想好了 不管以后的日子会怎么着 既然人家小姑娘都送了我这个荷包 那我日后就得豁出命来对人家好 可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活出命的日子这么快就来到 那天是皇上去看端飞娘娘 我就站在门口打了个盹 那睡得迷迷糊糊睁开眼 就看见我的锦西和西飞娘娘还有靖飞在一起 我一看都是自己人也放松了警惕 说话之间一来二去 袖子里的荷包就掉在了地上 我慌忙捡起 却被靖飞娘娘围着问了几句 他先说这个荷包做的手艺好 又说这荷包上的鹰鹿打的精巧 最后还问是不是锦西的手艺 锦西刚打了半句就被西飞娘娘一个眼神给怼了回去 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 就因为我掉出的这个荷包和靖飞的这几个问题 就能够把我和锦西都抓进慎行司挂在火上靠 可不管慎行司如何拷打 我都不会告诉他们送我荷包的人是谁 如果两人之中一定要折一个的话 我也不希望把他拉进这场试飞 谁知道那日子的慎行司 他竟怎么拷打也不说出目标 这件事托西飞娘娘的服最终办的是有惊无险 我回到了养心店 锦西也回到了西飞娘娘的宫里面 但经此一意告诉我一个道理 家人是家人老板是老板 你绝不能因为打工的时间长了 就把老板和家人混为一谈 在我和锦西深陷慎行司的日子里 皇上是作弊上官冷眼旁观 而西飞娘娘那是在宫里左右摇人脱关系 那是恨不得揪着皇上的耳朵 让他把我和锦西放出去 出了慎行司我心里很透彻 谁是老板谁是家人 我心里有一本照会清清楚楚的记着 我先是回到了养心店面对冷酷无情的老板皇帝 我们自然是要七分假三分针的给他演一出戏 我就先是给他下跪坐一 再感激踢零的山线 他把我们放出去 其实他清楚我也明白 就算皇帝对我这忠心抗燥的老员工 确实有几分真情在 但作为老板皇帝 他也随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舍弃你 永远别指望老板能对你真心实意 在皇帝这里演完了戏 没过几天 我就借着皇上赏一瓶雪哈的功夫 到我丈母娘的宫里去 这一屁股坐下去 我就没准备再站起 这个动作就是要实打实的告诉西妃娘娘 我以后的屁股都会偏在您的永兽宫里 坐下之后吧 我就打发小夏子出去 毕竟接下来要说的话 那属于我们纽布鲁家的家族会议 果然小夏子刚出去 西妃娘娘就说 数日不见你清俭了不少 这就是娘娘明打明的在问我 我在慎行思观了 数日清俭了不少 这件事我怎么说 罗斯如今还是回到皇上的身边 倒也不敢有人说三道四的 只是 锦西那边 我是贱皮贱肉拉命一条 怎么说怎么说 我都不要紧 我心里最关心最在乎的人就是锦西 可我这样说完 西妃娘娘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西妃娘娘说 公公心知肚明 锦西会被人说三道四 也是因为她在本宫身边的缘故 娘娘这句话就是让我心知肚明 摆不平她身边的敌人 锦西就永远不会得到太平 换句话来说 为难锦西的人并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 而仅仅是因为她在西妃娘娘的身边呆着 我想要保住锦西就得保住西妃娘娘 可此时西妃娘娘又说 她说虽然是我一不小心掉出了阴落才闹出的事端 但好在皇上姑娘就请 啪啦啪啦啪啦 后面的这些话不用细听 因为重点在前面的那句不小心 借着我不小心闹出阴落事端的人是静妃 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 西妃娘娘真正的意思是 虽然是我一不小心掉出那枚阴落 让静妃闹出了事端 但本宫一地想保住你们二人 却因皇后无计可施 好在皇上顾念就行 西妃娘娘这是在告诉我 皇后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他人都可以看他们的个人表现 暂且往旁边哨一哨 既然我丈母娘都发话了 那自然是她指哪我打哪 通通有求必应一地半刀 所以我说 农才一时舒服 没想到就连带皇后娘娘也上了心 农才会谨记教训的 你放心 这个丑你女婿我记下了 以后我也是攻打皇后的郑家军 从今天起不要叫我素陪胜 要叫我牛呼噜陪胜 但咱说归说闹归闹 就算让我改名换姓也不重要 就就锦西那锦西那边 我刚进来的时候 您就岔开了话题 现在你对锦西的跟我们这个态度 我还不知道 于是吧我就又提了起来 那锦西那边 你放心 有了西妃娘娘的这句你放心 那就是牛呼噜家族 永不为奴 我就需要跟着我丈母娘冲到底 白天在丈母娘那表达完自己的真情 晚上开开心心回家去 回家就看见锦西做那个我缝衣服 你说这种活怎么是你能做的 万万使不得 可锦西跟我说 说我什么都会 但是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哎呀这小话听了我是真甜蜜 就算为锦西付出再多 我也是甘之如頤 可想想现在宫里都在传 宫女和太监对视是一段不正当关系 作为这段不正当关系的主人公 我和她不管走到哪都是受人非议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糙脸糙皮 背地里不怕被人骂两句 但人家这小姑娘当时跟我 就是因为西妃回宫才不得已 虽然今天一天我把外面都打点完毕 但还是要问问人家小姑娘对我 到底有没有真情意 毕竟现在外面传的那么难听 要是人家真的不愿意 我就放人家回去 不如咱们断了 不要勉强 可我的锦西跟我说 现在跟她相关的人 除了西妃娘娘就剩我一个 这句话呢也可以理解为 在她的心里 除了西妃娘娘她最爱我 没关系丈母娘最大 虽然我在她心里排第二 但我还是快乐的 至少从今晚开始 我就确定了一件事 锦西留在我身边 那是心甘情愿 而不是利益撮合 我当时看她的时候 我就想不管以后日子如何 我定不让她后悔她今日的选择 能让我把荷包袋 身上的人只有你一个 接下来的日子 意料之外的美 那么多艰难坎坷 西妃娘娘虽然被夜猫冲撞 早产生子 可当晚产的那是一对龙凤台 那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 西妃娘娘产了双生子 我又借着这大喜的日子 去皇上把锦西赐给我做妻子 当天我丈母娘刚生完孩子 我是跟她配合了严死和缝 让皇上不得不下旨 看来跟着我丈母娘混准没错 答应点的是 她向来信守承诺 可就在皇上把锦西赐给我做妻子的那一天 锦西让我多留意果军王府里的动向 还说王爷府里要是有什么事情 就提前过来讲 留留意我肯定是留意着 但直到西妃娘娘被测为贵妃 她府里也没啥事啊 可在西妃娘娘的妹妹进宫之后 没过多久 果军王就跟圣贝勒骑马的时候 从马上摔了下来 那是葛家身上摔的又疼又高烧 我想着这应该算是个大事了 就借着给皇上带口笑的由头 说给我西贵妃娘娘知晓 那天吧 看似我是去说 皇上想跟娘娘午后一起去看六二个 其实我是去说 果军王跟圣贝勒一起去骑马 还从马上摔下来了 娘娘客气了 碧姑娘不在 我这个切换是不是特别丝滑 不像是特意安排 幸好 否则她听了可要心疼了 娘娘您坐稳了 我这边高能预警给你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谁知道昨午后跟圣贝勒去迟马 那马发了信把王爷给摔了下来 来宁宫里站了半天说了一起的话 终于说到我想说的重点 奴才得赶紧去回禀太后一事 也好叫太后安心 先给自己找好借口 这不是说给你听的 这本来是要说给太后听的 怎么没人来告诉本公医生呢 王府这是自有皇后娘娘打理呢 再给你找好借口 这件事情自有皇后娘娘打理 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插手 要是您让皇后娘娘看出 你跟时期也不一般 那皇后娘娘还不把我们给连窝端 娘娘得回六宫 自然也关心王府的事 丈母娘你放心 你再心虚我都能给你圆过去 就算娘娘自个儿不上心 也得为了B姑娘过问一二嘛 就算事情实在圆不过去 也可以拉阿绿姑娘出来店里 那天把消息送到了我就走 直到阿绿姑娘过来跟我说 她想守着王府住一宿 去就去呗 反正这里面的爱恨情仇 看得让人发愁 但谁知道都没关系 绝不能让皇后娘娘发现 这里面有猫腻 送了阿绿姑娘到王府进西专门过来交代了 又有什么事情给她打招呼 这么多人都在关心果君王一时之间 我有点迷茫 但真有了消息还是得说 不然我老婆该不高兴了 苏菲胜今儿来说 王爷的体调退了 当你用苏菲胜视角打开真玩转 那真是真相不重要 我就喜欢一抱还一抱 大家好我是苏菲胜 前两天果君王追马 西菲娘娘和换毕姑娘一起着急 我就在猜这几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今天 西贵人告发温太医 说温太医跟西贵妃娘娘在甘露寺就做了夫妻 那真是WHAT问号 这一来也确实三个人的游戏突然变成了四个人的悬疑 现在场上的人物是皇上果君王西贵娘娘和温太医 咱就先不提着中间夹杂着孩子侄子和换毕 咱就光说就这几个人凑在一起 不管能播的不能播的都能凑出无所种关系 我丈母娘给她听的是正经畏作 我在那站着吓得是花容失色 要不怎么说西贵娘娘能成为我丈母娘呢 她现在在这宫里那就是她的草原她的马 她想咋耍就咋耍 反正这场面瞧着也只能先按兵不动 我是站在那默默吃瓜连嗑瓜子也不敢嗑出声 可我时外外没想到 我就站在那吃个瓜还能吃瓜吃到自己家 那堂上正说着 另外一个是不是皇上亲生的奇贵人突然就要抓我的锦西 还要把我的锦西送到慎行司里 你必须受够七十二道刑罚才能够放出去 万秋瓜家是这个奇老六 我劝你别太荒谬 你们几个在窝里想怎么斗就怎么斗 但牺牲我们就尽兮 我跟你说这事不能够 当时我就站出来我插了嘴 要把慎行司七十二道刑罚都受变了 不死也成了残废了 即便是皇人清白又有何用呢 说这话的时候我特意看见了皇帝 因为这句话看似是反驳七老六 其实就是说给皇上亲 就是要告诉皇上这人呢真要是把七十二道刑罚都受变了 关于清白不清白这事那就是再也说不清了 所以皇上您英明神我您得明白 七老六这招不是驱大成招 这就是杀人灭口 老奴话已至此您得看透这点小计谋 可就在皇上没说什么 西妃娘娘要扶起我家锦西的时候 那个除了在唱歌就是在不高兴的安玲荣 她跳出来给西妃娘娘说说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不仅得打锦西还得打幻璧 还说这两天没看见幻璧问幻璧在哪里 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 只怕姐姐也没难 纵使心疼你只能先忍一忍 她是非要把幻璧和我的锦西一起送到慎行司里 那我算是看出来了 现在就是齐老六在前面告发 安玲荣在后面拱火 缓后骑着她这一对没头脑和不高兴 坐在中间见风十多 行啊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除了皇帝没人真的关心真相是什么 也没人关心孩子到底是谁的 大家的心态大多都是谁绿了谁无所地位 只关心我家阵营里的输出还能不能继续carry 既然如此咱们在这齐聚一堂开始输出 那我为了我们家锦西也得开始秃秃秃 他们要找幻璧 我就说幻璧去伺候了果军王去 你们要是为了抓奸夫强行把他换回 那这件事要闹得人尽皆知 华人的面子岂不是过不去 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 此时尚未定论不宜外扬了 他们要开始低血验情 验了之后发现六二个是温太一亲生里 当时我的大脑复制机虽然有一时的懵逼 但是我坚信不管怎么乱 只要保住西贵妃娘娘 那就还有转环的余地 毕竟之前西贵妃娘娘跟我说 保住她就是保住锦西 她就在这时西贵妃娘娘扎破了我的手指 进而发现了这般水有问题 谁的血滴进去都能够变父子 此话一出一时之间 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 我看着皇上小了下的通簧 再看看他严肃又紧张的脸庞 我这会儿再赶紧说去话 缓和一下气氛逗逗他 顺便再告诉皇帝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局 锦西跟温太一不可能是我的孩子 这碗水就是有问题 温太一锦西怎么可能是农太的孩子 真知道 你看着皇帝这会儿哈哈笑 但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 这人的胆子可不小 我缓和了气氛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又车轮轮化的开始说 都知道这碗滴血厌清的水是皇后准备的 但他们吵来吵去也没啥结果 你也说这么大的罪名的皇后能随便认吗 但关键我当时看了一下流程卡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得证明 六二个是皇上亲生的 我第一次在皇上没有受益的前提下 主动出去换了碗干净的水 再次咱就是说哥 这个先别吵了 先把流程给走上 弄明白六二个到底是谁的 现在只要证明六二个是皇一生的 那我们的锦西就安全了 而且当时说出去换了碗干净的水 那就是去换了碗干净的水 因为在这碗干净的水里 让六二个跟温太一滴血厌清这件事 是西贵妃娘娘我丈母娘自己提出来的 那我丈母娘自己给自己出题 她还会自己给自己出一个死局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放心的 真的换了一碗干净的水 就按我丈母娘的思路走一定没问题 皇上 奴才就换了一碗干净的水 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 我换了碗干净的水回来再一验 温太一根六二个血不相容 所以证明孩子是皇上的 但其实这把应该是四个人的悬疑局 如果想确定六二个是皇上的 那应该把果军王也找来 把果军王的血也滴到里面去 但现在我没空里 这个把皇上耍得团团转的 大型后宫恋爱悬疑局 我现在就想把瓜尔加斯 这个齐老六八要撑埋进去 你说你告发你庆高 你上来就拿我媳妇开刀 总之皇后坐下这一对围头脑和不高兴 都在我记仇的小本本上挂了名 但在宫里主动出席 带节奏这种事 带不好容易出事 未必免弄巧成拙 我们只需要跟在西贵妃娘娘身边 见机行事 毕竟她才是这个宫里的节奏大师 第一波节奏的她卡小妹 她明明知道皇上送了真玉饶鸳鸯佩 她还让玉饶多多跟皇帝接触 一点也没有想避讳 关键是吧 这个鸳鸯佩是纯元皇后的爱物 皇上整天贴身带着谁也不给 她今天能给西贵妃娘娘小妹这个玉佩 那就是想赢她为妃 那个鸳鸯佩是纯元皇后的爱物 这就叫有福气 她有福气的日子在后头呢 皇上这话什么意思 我明白西贵妃娘娘应该也明白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 西贵妃娘娘依然是带节奏 拼命的推销她的小妹 皇上跟她的小妹相处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卦尔嘉市就又抄家又落狱又流放 有天下着大暴雨 卦尔嘉市那个奇老鹿过来求情 那天呢她跪在殿前是一边求情 希望皇上放过她的母家 一边呢又对着西贵妃娘娘破口大麦 当时皇上招呼我过去跟我说 你去告诉卦尔嘉市 占天他入宫侍奉多年 只废他为庶人不会辞死 让他回去吧 嗯什么皇上念他入宫侍奉多年 所以会辞死 嗯只要老奴马上去办 我马上就依着皇上的意思 出门递了个眼神 让侍卫将他乱棍打死 连他的后事我都给他安排好了 乱葬岗999VIP贵宾史 忘了告诉齐老六我特别的不毒子 之前有个唱曲的鱼鹰儿 欺负我徒弟小夏子 尚且是个死 你还敢惹我老婆 怕是你不知道 我们这种人的职业病 就叫你惹不得 处理完他之后 我还专门跟身边的人交代了 这件事别跟皇上说 面得脏了皇上的耳朵 像这种可以杀掉不用忍了 一般要满足三个原则 一朝中无背景 无母家可依 二皇上厌弃 对他这个人再也不会主动提起 三宫中无根基 无人会为他的死 不着不一 在这个功力 真相不重要 我就喜欢一抱还一抱 当年苏北胜的视角打开振欢转 那真是 只要我老婆有需要 这功力就没有什么事 是我办不到 你要看东西太多 大家我是苏北胜啊 说实话在这个功力 我早就练就了十八般武艺 但这些武艺不会轻衣的展示 除非是为了我们家锦西 就在前两天 我发现我们家锦西 跟我丈母娘在那玩 大型后宫坑皇帝仙人跳 这些人跳 有规模有格局 有深度 我还在旁边看着 都觉得这该是皇帝 多么悲惨的一幕 我们家锦西跟我丈母娘 那是真会玩 他们俩先把真欲绕 打扮跟芭比娃娃似的 给皇上看看 看完之后跟皇上说 说这娃娃是个限量款 你买不起 不如你去别家店转转 皇上一定笑了 什么东西我买不起 不就是把瓜尔嘉诗一组法办 我现在马上去办 看我呢 是严守着皇上法办的瓜尔嘉诗 过来批颠批颠的 想领了限量款 却被我丈母娘告知啊 真欲绕这个限量款 早已卖完 他现在已经进了 圣贝勒的家 是圣贝勒的小心肝 哎呀这事闹了 皇上一向最讨厌 弟弟没有边界感 现在不仅是 弟弟没有边界感 这回连我丈母娘 跟我的锦西都帮着 他弟弟连夜 接呼他派对买的限量款 这事整的真是BBQ 皇上坐在那 连夜一谋就插进ICU 这个局要是别人做的 我可以不理 但关键是 由我们的锦西参合进去 我看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当皇帝深夜 一谋时 正是我们吹阵边峰的好时间 于是我就借口说 皇上您灯太暗了 借着给皇上换灯的机会 进到皇上的房间 果然我正换着呢 皇上就跟我说 苏卑胜 朕看上一个女子 想要纳她为非 她却不肯 开始了 开始了 皇上开始深夜郁语 问我这个人生的意义 你怎么看 我可这等你很久了 就是准备等着指点你 皇上说他看上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应该就是真欲饶 说他想纳她为非 他却不肯 这就表明了 虽然皇上知道 真欲饶这个限量款 已经受庆了 但他还是很想要 皇上现在问我怎么看 那我就得依着 我们这锦西的意思 让你放弃真欲饶这个限量款 想说服一个多一的皇帝 的第一条 就是你得保持中立 于是我说 皇上 奴才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何人 开口劝 说了第一句话 就把自己给宅出去 这事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就事论事宜老式人 您听听就好 但奴才觉得 带好的女子也比不上纯元皇后啊 这句话就是在点皇帝 皇帝 您可不能喜亲厌旧 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纯元皇后吗 皇上一听果然有点生气 抬起头质问我 问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奴才是觉得 作为一个亲眼见证您的感情 是疯疯于于走过来的老式 奴才苏佩胜觉得 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 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 因为您最喜欢的永远是纯元皇后 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 那才是他的福气呢 就算那女子过来也只是替纯元皇后伺候您高兴 既然皇上您最喜欢的是纯元皇后 又何必执着一个真玉绕 非要他来跟前伺候 换句话来说 这女子是真玉绕 还是真的 其实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皇上的心 永远在纯元皇后身上 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分跑 所以皇上您何必纠结一个代气皮 您想要的永远是纯元皇后 而不是谁家未出格的小女 你啊 看东西太多 皇上您过誉了 男人不一定懂男人 但男人一定懂渣男 就您的那俩小九九 难道我还穿不穿 那天晚上经过我的一番开导 皇上放弃了真玉绕这个限量款 这事办妥了 我回家也能睡个好觉 我总是害怕 我们家锦西跟上次一样 卷入了什么低血厌亲的生死局 那种局该说不说 生死都在皇帝一念之间 说什么我都不想让他再来一遍 可真玉绕出嫁之后 没多久 先是太后病逝 又是安玲绕怀了一个皇嗣 这下只会唱歌和不高兴的 安玲绕终于是高兴了 但我丈母娘开始不高兴了 且不说那天低血厌亲 这个安玲绕非要责打我们家锦西和换臂 就说那天低血厌亲当晚 安玲绕让他手下的小宫女去报信 经着了惠平的胎 让他生下女儿便血泵而亡 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听锦西说 惠平是我丈母娘最好的闺蜜 现在惠平去世 安玲绕却又怀黄似又风飞 我丈母娘就想在她风飞的风号上 加一些小点缀 这不巧了吗 这不就涉及到我的专业范畴了 一般来说也风飞的风号 由内务府拟定交给皇帝过目 但听锦西的意思 我丈母娘好像有一个更好的风号 要送给安玲绕 让她死也名目 于是把拟定风号那几天 我就跟我丈母娘约好 什么时候她来看皇上 什么时候我再把内务府拟好的风号 拿给皇上欣赏 那天我丈母娘不仅来看皇上 还带着大招给她欣赏 谁不知道 欧粉桂花糖高 那是卉妃娘娘 沈梅庄的生前之爱 我丈母娘进门就提了这么一杯 一是想让皇帝想起 惠妃娘娘的好 二是让皇上想起 是谁惊着了惠妃娘娘的胎 让她雪崩不在 她想着姐姐 吃着喜欢 便是怀念姐姐了 走进门来瞧一瞧 我感觉我来要硬币的时间刚刚好 内务府拟好了 给安平的风号 请皇上过目 皇上对这个安平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就连给她定风号 也让最在旁边的 我丈母娘帮她选定 我丈母娘拿到三个答案 特意帮皇上排出掉 两个正确的剩下一个错误的 最后剩下的那个例子 形容夫妻抗力夫妻情深 这个字只能用在帝后身上 要么是纯元 要么是皇后 很快皇上也发现了 这个字有问题 安流龙指示她的士气 怎么能跟她夫妻抗力 最后我丈母娘凭借一己之地 排出三个选项里的正确答案 只剩一个错误命题 这样说的话 那只得是内务府送上来 这三个封号都不好 必须回去重新选封号 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罕见的三个人 踢皮球大会 内务府选的封号不好 我丈母娘说 让皇上指定一个封号 可皇上也懒得选 让我丈母娘想一个算了 我丈母娘说 这种事她怎么好做主呢 皇上就把笔盒只扔过来 说你随便写我随便看 给她整一个封号就算 本来我还以为 安流龙这一生一直被嫌弃 定个封号也没人想搭理 但当我看见我丈母娘 在纸上写出了一个 Dannyau子旁的离 我还就知道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我丈母娘骂人 真是骂得毫不嘴软 能歌善舞 性情又像皇帝一样合适 这也再写出去 当时连不关心安灵龙的 皇帝都有一丝的犹豫 皇帝满脸都写着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风飞定风号 说人家是只鸟 这怎么想怎么有点微妙 看着皇帝的些许犹豫 我丈母娘又补了句 她说皇帝都是 两情前全的鸟儿 这个风号特别好 可皇帝听完 还是没有点头 我就跟在我丈母娘后面 继续说 皇上 不再听说皇帝多子 正如安平如今怀了孕 这不是多子多福吗 这样说来的确不错 只有我最了解皇帝的心思 他才不关心 能不能跟安灵龙两情前犬 他只关心安灵龙 能不能生孩子 苏菲胜 去传旨吧 再请皇后 责个极器 什么 苏菲胜去传旨吧 再送他五十只皇帝 好嘞 出了门到门口 我徒弟还问我 问我是什么事这么高兴了 安平娘娘得了个好封号 怎么不高兴啊 安平娘娘得了个鸟封号 我怎么不高兴啊 去跟雀鸟寺说要五十只皇帝鸟 咱们去跟安平娘娘添恶心 真是想看看他见到五十只皇帝鸟的表情 得亏是我赵母娘 让我替我们家静兮吸出了这一口恶气 干出去 都给我干出去 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 喝起小组进风的 苏公公的意思 去就是皇上的意思 快出去 不碰相机 当你用苏菲胜的视角打开甄嬛转 那真是我老婆可柔弱不能自理 谁敢欺负他我跟谁急 阎人也是人 捉的也是人话 在这个宫里八条腿的蚊子不好找 八百个心眼子的人都挺多 你也说你心眼多就心眼多 能不能别老欺负我老婆 特别是那个安玲蓉 别人是心眼多 他是心上涨了个马蜂窝 你也说他自己怀了个孩子 抱不住就开始琢磨 怎么赖到我丈母娘头上 让我的锦兮连坐 我不管你想针对谁 你想拉我们家锦兮下水 你就是有罪 当即就由我丈母娘决定 由我丈母娘牵头顺时成立了 由端皇贵妃静贵妃 我为林卫太医共同组成的联合告发 屠鸟计划 这个计划总共分四步 我就负责第二步和第四步 在宫里这么些年 很久都没有打过队友这么多的团战了 我要是安玲蓉我都吓得发颤 那天一大早 我丈母娘就吹响了几节号 在皇后的井人公打响了第一炮 那天由端皇贵妃提交政务 告发安玲蓉通过香药等步伐手段 恶意征统 见识在由我丈母娘和静贵妃在旁边 一个唱红俩 一个唱白脸的大配合 相继引出安玲蓉有罪 引起皇上注意点燃导火索 第二步 由我借着皇上的疑心 去安玲蓉的宫里搜宫找到证物 当时我看她又不高兴的坐在那 我还好心好意说呢 杨宁别慌 搜宫而已 我发誓在0.01秒之前 我是一点恶意也没有 当我说完这句话 人家直接给我来个 搜个宫跟超家似的 本宫知道永兽宫也搜个宫 不是 不是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溜溜没吃手了 那永兽宫唯一一次搜宫 不就因为我跟锦西那事 被捅出去了吗 在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你替我们家锦西的黑社 搜你几个意思 风水轮流转 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 什么就跟你风水轮流转啊 你尽管跟我的锦西相提并论 你也接着个为啥被搜宫 你心里没点ABC数吗 但一想到接个 我还能完成我丈母娘 交给我的任务 于是我决定不与她计较 浅浅的骂两句得了 好日子过了头 好日子做坏事做过了头 此期也就临头了 日子好坏 也不是你一个燕人说了算 谁能告诉我 他是不是不想活了 先提我们家锦西的黑历史 再提我身有残疾 连你的主子皇后娘娘见了我 也不敢这么着组织语句 你也这么宁悉 有本事你去上太空电梯 咱就是说当天的 我时刻记着身负大业 就算是安丽蓉这么着怼我 我都没有怼回去 我愣是站在那憋了一句话不说 生生等着他们把证物找出来了 我才怼回去 找到了 燕人也是人 说的也是人话 燕人不像你 说的都是鸟语 得了 黎妃娘娘 往阳心殿请吧 得了 黎妃娘娘 往阳王殿请吧 此时的阳王殿 不是阳心殿 正有一堆人在那区分大小王 此时此刻正有我丈母娘 领先主演 安妹妹好狠的心啊 引出安丽蓉在树痕胶里 放射箱一事 再由魏林卫胎医验证 树痕胶里的射箱击中 却有使龙胎不保持功效 然后当端皇贵妃哭诉 安丽蓉当时意外经着沈梅庄的胎账 竟和公主失去母亲 就该我上场表演什么叫福地抽薪 我直接过去打报告跟皇上说 说我刚刚搜宫的时候啊 那时发现了很多小黑团子 这小黑团子让魏林卫胎一宴 那全都是设想 就这场面坐在旁边的皇后想都不敢想 她完全锁定不了整个屋里全TM是敌军 当然了这个计划还有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是我要趁热打铁 提醒皇上我把黎妃娘娘给带过来 奴才带了黎妃来 趁着皇上还在生气我偷偷要两个用意 黎妃犯下这么多害人听门的事 您得加急处理 我亲眼看见黎妃走进店里 进去之前她还看了看天 这一进一出怕是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可等我再进去之时 发现皇上对安丽蓉的处理很有意思 皇上对安丽蓉的处理并不是一杀了事 而是日让人长她的嘴禁足她一辈子 这算是侮辱但不杀旨 皇上对她的爱倒是不争切 恨倒是很有意思 还有我丈母娘 安丽说安丽蓉死不死不过她一句话的事 但我丈母娘却让锦西过来特意交代 说对待黎妃要有边界感 更要有分寸感 苏陪生说了 燕喜宫那里她会照顾她很好 照顾的好事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不管这个鸟娘娘有任何风吹草动 咱们就得把话带到我丈母娘面前 黎妃说想吃苦杏仁 苦杏仁这事可大可小可生可死 虽然我跟这位鸟娘娘确实有过一些过节 但她性命的去离我不好插手 只能折在我丈母娘手里面 黎妃死了之后 全宫上下只剩皇后娘娘一个boss 这个boss本就血条极厚 打不好要见Moss 可我们组那个静贵妃 又开启了误伤友军伤害翻倍 当初她抓我跟锦西的时候 哇就觉得她是有点监控器在身上的 现在她又抓到了三二个跟英贵人 哇不是说她在宫里抓早恋不好 而是她每次一抓到早恋 她就瞎告发 让跟她一组的队友那是吃不了兜着跑 就比如说这次她抓到了三二个跟英贵人 那她拿到这第一手资料 也不赶快去跟我丈母娘报告 就一个人跑到皇上面前说 产妾要告发三二个跟英贵人四通 还有三二个写给英贵人的情书为证 她这一通告发下来 第一个被处理的 不是皇后也不是三二个 第一个被处理四歪零的是英贵人 接着呢 第二个被处理的就是我丈母娘 为什么 因为英贵人这个秀女 是我丈母娘的一妹 那个叫幻璧的选拔上来 就因为这事儿 当天我丈母娘的协理六公之权就美了 最后第三个被处理的是果郡王 因为幻璧现在是她老婆 如果幻璧有错 那果郡王也得连坐 郑贵妃这步棋 那真是一人贪心 历死三军 至此果郡王府的忠心被疑心 我丈母娘协理六公的权柄下移 皇后跟三二个不仅啥事没有 我丈母娘还失了皇上的欢心 但好在我丈母娘 确实有点公度的天分在身上 她跟皇上因为这件事 冷了这么些时间 就马上有一个龙胎来救场 这孩子就像及时雨 是踩着点来的 既然这雨都来了 那我的枕边风也得跟上 蜥蜴贵妃这两天怎么样 皇上问我丈母娘怎么样 其实就是她想过去看看 又拉不下来面子 只能在这屋里瞎转转 既然皇上这么焦虑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CPU他 让他更加焦虑 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 太医说娘娘 脾胃不合 整日奄奄的 太医说娘娘被您气得 吃不下饭 整日病奄奄的 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 都怪你让娘娘心里 一直委屈着 这也难怪的 这一事吧 你不能怪她 不怪她 伟振 呦这是听明白了 那我才不敢 发现皇上听明白之后 我再道歉 说我不敢 虽然我总是不敢 但我的话总能说完 然后皇上就跟龙里的郭郭似的 不再能好好坐着 他乱蹦 一会儿呢跟我解释说 哎呀我那天那么问他 是事出有意义 一会儿又说 太多人惦记我这张龙椅 我现在公开建筑 肯定是大大的不利 最后还跟我来个 西贵妃我可保卫着呢 我也不想让他受委屈 哎不是 这些话你跟我说干嘛 你也看我想听吗 这些话你是不是应该 好好跟西贵妃娘娘说说 再好好地安慰 于是我再次把话题的焦点 拉到西贵妃娘娘 我丈母娘的身上来 说来也怪 等这几回的事 回一回都是冲着西贵妃来的呢 皇上我跟你说 你别想那么多 现在就是你的西贵妃 被人针对了 颇有蹊跷 你好好想想里面的蹊跷吧 别老婆被人冤死了 还不知道呢 真不是不知道 后宫实则一团误会 开始了 又开始长篇大论演讲稿 你也看我的表情 你觉得我想知道吗 接着皇上就长篇大论跟我说 说后宫那些勾心斗角都是女人的事 他就算想清理也觉得犯不上 这个时候你要答话吗 你不要答假 笑一下算了 接着皇上又说了 他之所以不处理皇后 是念着纯元的情分在 还说这回之所以生这么大的气 是因为试射三二个 他最怕的就是前朝后宫 挂隔着去算计算 你看皇帝这回是真的知道错了 对自己定位的自我剖析 特别的清晰 你看我现在站在这起个头 他就会自我CPU自己的 那咱还说啥呀 皇上英明呗 皇上英明 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兽宫去 让西贵妃知道朕惦记他 你看皇上现在不仅英明 还拥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 这能在这节气饭 用素佩胜视角打开甄嬛转 那真是果军王的爱如火 差点烧死紧细和我 王爷不可容死 大家好我是素佩胜 不是我说 那拱斗必须先砍恋爱脑 你说我跟我们家锦西号 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哇是终于把我丈母娘 护送到六宫之主的位置 将皇后收监 现台也忘记 我丈母娘在这宫里是一手折天 只有她能跟皇上监并监 我们郑家军现在 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卖鱼了 我们也是联合各方势力 收复全宫堂口的正规军 Regular army 可就在这个时候 眼看着宫里太平 日子活出来了 哇跟锦西终于能筋盆洗手 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那个孤儿郡王他真是垂死病中 惊坐起问皇上 你知不知道我跟西贵妃娘娘的小秘密 就在那天 皇儿燕影跟准个尔摩格可汗谈生意 晚上呢就跟我丈母娘商量 让她去准个尔和亲去 本来这件事我在外面听着 也是一脸懵逼 但这里面的问题是 当果军王在外面 刚刚听说我丈母娘要去和亲 他就急头白脸 一股脑的冲进去求情 哇那是跟着他跑进来 跟头流水 我王爷王爷王爷的我拦不住 当时果军王冲进去 我丈母娘都向了往旁边移了移 我也赶紧看下我丈母娘眼神 是一娘了 这真不是我没拦住 是我根本没想过 他敢直指抗齿直接冲进去 于是我又看向果军王 果哥 果哥你来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 我是不是跟你说 皇上特意交代了 让你在门口等 非照不得入内你在干什么 但事实证明 我果哥确实是个狠人 他进来连说两句话 每句话都以西贵妃娘娘开头 他先说西贵妃娘娘三思不可如此 又说西贵妃娘娘虽然不惜一己之身 可只怕皇兄会陷入不义之地 你这两句连我都听出来了 最后这个皇兄十分多余 你也就是跟着担心西贵妃娘娘 我得想想怎么给他摘出去 你就是我说 哎呦王爷 皇上尚未传证 您是不能进来的 这句话其实有两个意思 说皇上尚未传证 您不能进来 就是在最后提醒果军王一次 您这个闯店可是抗旨 再者来说 这句话也是给果军王铺台接 如果他能按着我的话往下面接 他是不是该说 陈地鲁莽马上出去 他出去之后 不管剧情如何发展 那都是皇上跟我丈母娘的两口子戏 可就在这个时候 皇上打断了我的话 不让我给果军王铺台接 甚至说果军王的话 没说完他难受 所以让他继续往下说 这是连跪在地上的我丈母娘 都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就赶快给果军王传小纸条 说这事你别管了 本宫都是自愿的 可果军王呢 我果哥是看不见我的警告 也看不见我的开街 更是看不见我丈母娘 给的地的小纸条 他就听见了 皇上让他继续说 他就站在那 说的每句话都跟西贵妃娘娘有关 生怕皇上不知道 他跟我丈母娘的关系不一般 西贵妃为西贵妃遣家 再思念西贵妃的话 恐怕也不得相见了 伯哥不用谢 这就是皇上听到你的话之后 长篇大论的经典版 你这每句话都离不开西贵妃娘娘 你是不是想造反 但看我果哥说完之后 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就是要此时此刻 英雄丢美的解决这件事 那我能怎么办呢 如果替西贵妃求情 不让他远嫁这件事 必须有人说出口 那此时由我说出口 要比果哥说出口 不知道安全了几个level 于是我劝不动就加入 我顺着果哥的话往下说 我就跟皇上说 我说皇上 您肯定舍不得西贵妃娘娘 咱不如再挑一个其他的好姑娘 嫁给摩格 这样保全的娘娘也给了摩格掩面 但该说不说 这种话不该我说 也不该此时此刻说 果然皇上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让我出去 皇上如此多疑 只怕是我刚刚的那句话 已经让皇上生了嫌隙 此时我已是尽力只得出去 那总不能果君王抗止不尊王离闯 我也抗止不尊不出去 那话怎么说呢 当皇上还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你最好也要给他讲道理 那天我走了之后 我听说果君王还要为了西贵妃娘娘 带兵出征 平令准格 你说这个宫里谁人不知道 我果哥是第一风流百烂王 谁人不知道 你整天除了花前院下就是躺 现在竟然锋芒毕露领兵出征 就为了我赵母娘 反正那天晚上之后 我的锦细就跟着我赵母娘 被软禁在圆明园里 本来锦细被软禁 我就很着急 生怕是这一盘好奇 被果君王吓成死局 那就在这个时候 果君王又深夜出兵解花轿 他还以为花轿里面是我赵母娘 其实那就是一张十一药房 第二天我向皇上禀报的时候 我都不好说出口 你也说现在这种自杀是自救的人 也是世间少有 你也不想想你领兵出征 去劫西贵妃娘娘 你就是劫到了 你又能怎么样 那天皇上听了这个消息之后 发了好大的火 但现在谁发火都不重要 我就想知道 我们家锦细还在圆明园被软禁着 现在这个软禁的事怎么搞 于是呢 我就联合静贵妃和端皇贵妃 实施三大一小的自救行动 也终于是将皇上说通 将我赵母娘和我的锦细 接回永寿宫 回永寿宫的第二天 皇上就传我赵母娘去了养心殿 从这里也能看出来 甭管到底是因为什么 皇上对我赵母娘 还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皇上就这么暗下 不提放我赵母娘回了永寿宫 当天晚上皇上又开始深夜阴谋 这个夜班我真是没白质 幸亏是我侍奉左右 皇上就跟他问我呀 他说他就这么原谅了 西贵妃会不会交纵了他 皇上你看这事怎么说呢 什么叫原谅啊 有错才是原谅 那您觉得西贵妃娘娘 这事太有错吗 这件事不甘西贵妃的事 这句话就是在告诉皇上 您刚说那个情况的不成立 这件事跟我赵母娘根本就没关系 这就属于典型的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我赵母娘是忍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是云里的错 嗯怎么不是呢 主要是吧 他一碰上西贵妃娘娘的事 那真是智商不多 就得做小孩那桌 他寄予皇妃 擅自出京 大拟不到 不是皇上咱说归说 那罪名不能老往大了扣 再说了您这弟弟您还不了解吗 他最多就是一个寄予皇妃 其他心思他的脑子里面是一点没有啊 皇上 国君王他不敢悖蜜皇上他 反正那天晚上跟皇上聊了聊之后啊 皇上也愿意大事花小小事花了 最后是生了国君王的旨 生国君王为国亲王 要出京去夜明关外镇守 无赵不得回京 该说不说这件事到这也就差不多 应该是日子还能继续过 不会再翻出什么风浪了 就在我又过了三年太平日子 甘锦西在这宫里顺顺当当的时候 这个国外君王又开始了 那有一说二呀 有时候我真分不清这国君王 是真稀罕我赵母娘还是他是装的 你也说他稀罕我赵母娘吗 但他每一次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想害我赵母娘姓名 你也说他不稀罕我赵母娘吗 但他每次稀罕我赵母娘的时候 也是花出姓名 就比如说这次 他在夜门关外守得好好的 非要跟他搞什么历经图治 又是个边关 治君严明 与将士们同饮同勤 又是上折子跟皇上说 哎呀春风不渡 夜门关 戍边的将士和百姓苦寒 让皇上多体恤民情 最后还教皇上如何治国 让皇上在边关重新设立护士 说这样边关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婉娇 我就在旁边站着 我是真的想不透 华君王 华哥 华哥你去夜门关外三年 到底在想啥 皇上故意派你去夜门关吃草 你却在那当了三年领导 皇上是让你去束手边关 我是让你去视察给他的工作把把关 你也这么兢兢业业苦干三年 你想干嘛 你想推翻皇上在边关开一个白金案 华哥 我安稳的人生再一次比你大破了 没多久 皇上就招果君王回京树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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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真是想不明白 哇 就想跟我们家锦西安安全全退个休 怎么就这么多阻碍 我就不提果君王 那个被恋爱脑裹挟的公斗小白 他23年后回京树职 就等于回京受死 你也说皇上好不用愿意稀释宁人 你还整天在边关西贵非安 让人伤神 你也说你年纪轻轻的 那皇上还能活几年 你就不能再等等让他含笑九泉 好嘛 你非要做五做六的挑战皇权 最后落得个中毒生死暴毙童话台 还让我丈母娘伤心过度 从那么高的台阶上丢下来 不过从果君王之死 我也发现了两个小tips 第一个就是皇上再也不信我 那天围剿果君王的所有传职 都是皇上让我徒弟小夏子去的 小夏子啊 送西贵妃去童话台 而当天晚上我在哪呢 我正在果君王府接幻璧和世子进宫去 就立刻叫接了侧福记和世子 好一家团聚啊 换句话来说 此时此刻 我已经不是站在皇上新娇家上的人了 皇上的心跟榴莲似的 虽然他的新娇家有很多 但从他的新娇家上移下来 你也就要开始警惕了 因为你这条命在他呢 有可能只是暂时寄存着 皇上随时都有可能去找老莫 跟老莫说他想吃鱼了 可事情也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 果君王死了之后 侧福记也跟着去了 我赵母娘就开始找写西贵非安的那些信 其实这些信我知道 都是粘杆出了那个叫夏伊的捅出来的 但我赵母娘此时去找信 就是摆明了要跟皇上斗到底 而皇上呢 皇上虽然风足残年 但他身残之间 明明是他说 我赵母娘杀了果君王 就让六二个当胎子 那天下了潮又刻意试探 说张婷玉说要去莫留子 整天跟那张婷玉说 张婷玉说 你是喵脑子 你还是不会治国 之前画的大饼不想给就直说 别在那拐弯抹角的说什么 牧强子弱聘机私沉 我还怕你一道白铃刺下来 结束了我跟我们家锦西的美好生活 皇上听信了聘机私沉之言 会一条白铃刺死臣切的 要不怎么说 跟皇上这种人就玩不得 你在他面前 想求一个公平就很难得 他随时都可以撤销他的承诺 而你只能说 皇上圣明你干的真不错 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悬俗 跟皇上这种人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 可皇上跟我丈母娘面和心不合之后 就经常出去夜宿 宿了几个晚上就开始躺满满 鲜血往茶杯里吐 夜时之间皇上突然病倒 连卫灵卫太医也看不好 当卫灵卫太医看不好病 那这里面的信息量就大得要命 皇上这一病一口气就在九州清宴躺了半年 我丈母娘还特别贴心的吩咐我 让我把写满国家大师的折子 送到皇上面前 告诉苏培胜 把折子送去皇上跟前 他一定会看 那真是西贵妃娘娘拿着你的生死布 时刻给你的生命倒计时提提速 可就在前天 我往扶着皇上出去走走 皇上说自己漏风 又看见果军王的世子元澈入宫 最后皇上回来就发了疯 这简直皇上宣指 不要我 点名就要小夏 现在是生病了不找太医 非要找夏医 但这个夏医就属于老孟2.0 皇上此时找夏医我有点不放心 我得留这个耳朵替我丈母娘刺探敌情 方才夏医来给皇上请安 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二个 娘娘刚刚夏医过来给皇上请安 好像是又看出来了六二个不是他亲生的 这种事咱就早点提示早点说 别又跟上次滴血燕青一样 搞得必受折磨 可这次我反应的很快 我丈母娘反应的也很快 很快夏医这个人连人带魂 都被我丈母娘给处理的 但不知道这次是我丈母娘杀的太快 还是没收住刀 夏医没了之后 皇上也连人带魂都魂归孤里了 这次皇上病倒 我丈母娘拢共就来看过皇上两次 第一次来看皇上出血了 第二次来看皇上出病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个事一定是我丈母娘干的都跑不了 那我此时此刻要举报我丈母娘来一个大义灭亲吗 这样说的人 你是不是图我的退休金呢 我不仅不会举报我丈母娘 我还会占好我的最后一班岗 皇上一死下了葬 我就能安全退休回家躺 但回家躺之前 我还要用我最后的余热要给你建三连 或者要帮我丈母娘稳住局面 这个小哥哥呢 是甄月饶的老公 也就是我丈母娘的妹夫 而前面这个大哥哥呢 他是恒亲王 你乍一听这个恒亲王好像不认识 好像没在这个宫里出现过 但其实他手里也养着一个皇子 就是那个为罪臣求情的三二哥 那个小傻子 皇上病年之后 大家其乐融融的齐聚一堂 讨论谁是储君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恒亲王呀 是六二哥他也反对 四二哥他也反对 选六二哥的时候吧 他说皇口小儿怎能称帝 选三二哥吧 他就说怎能听你一面之词 反正就是选哪个他都不满意 他就是想把手里的三二哥给推上去 你可别推的 皇儿给你那个本来就是惨次品 请你家乡弟 在一平心 论三二哥那孩子本就单纯善良 根本就不适合生活在宫里 就在恒亲王和圣贝勒和我丈母娘讨论不休之时 我突然我就说了句 戏贵妃所言甚是 是 紧接着我丈母娘就找准时机 踩着这个台阶就登上去 先帝高瞻原主 早将亲笔密纸 皇旨顾峰 注意锦霞内 搁置在前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 该说不说 一朝天子一朝臣 四二哥登基之后 我就正式退休了 但我们家锦细还是十分之爱工作的 一直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拼搏着 其实说起拼也没什么好拼的 毕竟在这个宫里 现在能出来跟我丈母娘碰一碰的人 实在是不多了 一代帝王的陨落 就代表着另一代帝王的诞生 现在我坐在我的宅子里 我是什么都有了 但先帝一辈子所祈求的那些 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曾经拥有过 可能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很多个老婆 本身就是错 但像我们这种人 可能也很难真正理解皇帝的生活 毕竟人家不用假不假 就能白玉为堂金做马 阿王宫三百里 不过就是皇帝的一个家 宫里也不学白玉床 宫里就想请龙王 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 我也只想要一些小小的兴趣 关注我 你可以看到看到有这个视频哦